作词 李宗盛 香气四溢 是热辣的味道 想问浪君 你要不要一起来唱 听雨的发酵 全水叮当 手擅长相断 戏别有理伤 手一方心 又淋湿一闪 又何妨 我心中又暖阳 看完家灯火 宇宙轻尿 等于着明灯把天照 看完是太平 不论用笔还是道 当应该骄傲 谁在桥前 小丽轻轻轻雨 闻欢同律 桃花雨 面就要相遇 竹山翠影前 红旗翅长 请多指教 我的勤劳 来 启大人 池文俊卷宗在此 语春龙 是啊 这池文俊真是鬼迷心窍 断想不到他会做出这种事来 平常一副读书人的模样 张嘴闭嘴 什么拱孟之道啊 治国安邦 做 做其事来竟然 尽受不住 这位未轻薄的女子是何人 这事恐怕我有点记不清了 下官再敬许大人一杯 宋大人 要不玉娘替许大人喝了这杯 可是玉娘 好像是她 这个案子是谁办的 是高大人主抓的 又是她 又是她 许县城要了池文俊的卷宗 看来她对这事赏心了 池中之鱼 就凭她能翻出什么浪块来啊 她问了许多关玉娘的事 估计下一步她要去玉春楼探访 我问你 有没有不偷心的猫啊 我看没有 如果有 那不是鱼不够心 就是猫有问题 你看那池文俊刚来的时候 那不也是一副 道貌岸然的样子吧 最后 不也还是栽到这石榴裙下了 你去通知玉娘准备好 如法炮制好 只可惜 高县为拿人 这出好戏不能亲自看到 有点可惜了 大人今日怎么有空来看玉娘 我来是想询问一事 姑娘可还记得池文俊 池文俊 我不记得了 不应该吧 我这里人来人往过客匆匆 怎么可能记得每一个人呢 大人请喝茶 她是前任献成 当时因为轻薄于女子 被贬如玉 姑娘当真不记得 汽汤点茶法 讲究碾茶 厚汤 调膏 最后宁如雪状 甚是倾心疑人 大人真的不尝一杯 姑娘的茶艺惊人 倾家钦佩 可倘若有一天 姑娘因为得罪了官府 而惹上了麻烦 倾家恐也无能为了 大人 你要是这么说 我好像有点印象 那还请姑娘与清家说说 当时发生的情况 那天她也在这间屋子里 坐着你现在坐的位置 那天 她说 好 高大人 玉城楼有人报案 说有衙门的人 在玉城楼蓄警闹事 轻薄女子 谁 好像是许大人 不许声长 你先下去吧 是 你 你看看 这都是上好的胭脂 你来干什么 凭什么告诉你 是不是有人告诉你 许大人喝醉了 你怎么知道 你先回去吧 我送她回府 我跟你一起去 吴了 你不要 还是 你觉得我 富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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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 黄大人 阿雄 我原本以为徐大人 只是来喝杯茶的 不就是喝杯茶吗 怎么把别人姑娘都喝哭了 你下次喝茶 记得带钱你知不知道 如果不是为了生活 谁愿意伺候你们这些当官的 你们这些官老爷 更应该善待老百姓 对百姓好一点 看我回去团收拾你 高大人 你这是做什么 想清楚了 我们吃的可是同一碗饭 未必 原来如此啊 那我就跟朱大人说 是你放走许卿家的 不 是你放走了的 高大人开什么玩笑 站住 啊 哟 呦 呦 许大人这是 宋大人 闭嘴 我相公生病了 今儿就不去鸭门了 那高大人 哎哎哎哎哎 大人 我们还进去吗 郑主都跑了 这出戏还剩谁看啊 回去 睡了 想不想听个故事 十年前 京城有一户官患人家 父亲在户部任职 因罪入狱 在流放的途中死亡 母亲也因病去世 只留下了一个女儿 传闻中 这个姑娘在茶楼做工苦练记忆 因为容貌出众天资极佳 被众多茶楼的老板相中 可莫名其妙地 因为一户官患人家失窃 上了通缉榜 突然有一天 就从京城消失了 高大人只是一个酒品县位 却对京城之事如此了解 也不吃朱大人这碗饭 想必是另有高知了 那小女子就不得不好奇 高大人屈居于此 是否另有图谋了 小女子如今只是玉春楼的茶艺师 平时除了七茶伺候你们这些大人 别的什么也不会 高大人如果不喝茶 却与我长思房中 就不怕有人觉得我陷害你吗 你觉得我敬礼吗 你老是居住吗 看可能不停 我确定去让你 这她已经是uly色 监賞了 阿九 徐大人 酒醒啦 哄你个许青家 办公都办到玉春楼去了 阿九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在调查池恩俊那案子 发现和玉娘有关 我去玉春楼是去调查情况的 那你问出什么了 喝了杯茶就睡了过去 还没来得及问她 我看你那色欲熏心的样 脸都红成花了 怕不是来不及问 是压根就忘了问吧 这茶里肯定是放了什么东西 这个玉娘一定有问题 对了 你为什么和高正在一起啊 有人报信说你最早在玉春楼 让我去接你 谁知道在门口便遇到那个新高的 老爷 夫人 雅密里来人了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阿九 不要对高大人无礼 他刚才在门口拦着我 谁知道他想干嘛 有人报案 说许大人在玉春楼轻薄女子 这太像当初的植文俊案了 我拦住你 是怕你中了他人的圈堂 圈堂 这些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们出玉春楼之时 碰到宋雅思他们 怕也不是巧合 他应该就是冲着我来的 许大人昏迷不醒 只要玉娘 当着你和宋雅思的面一口咬定 是许大人酒后轻薄于她 即使罪不致入狱 许大人的官生也毁了 还免不了后院起火 到了那个时候 自是无脸在上庸待下去 阿娇 这一次多亏你应对有风 看穿了他们的诡计 看穿你个头 我想着你在外面喝花酒 我自然要等回家了再好好收拾你 可不能在外人面前丢礼 当时我看他拦我 我还以为是替你打掩护 不过 后来我闻到你身上 既然没有一点酒味 便觉得这个事情 有问题 高大人 那天晚上 你把持文郡 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若我告诉你 我只负责把人从牢里提出来 至于送去了哪里 我并不知道 你信吗 我信 子时 县牢外等我 你都站一晚上了 到底要干嘛呀 你都站一晚上了 到底要干嘛呀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这些犯人要被带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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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再也没有回来 你拦着我干什么啊 滚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就凭你的脚车 你行吗 你瞧不起我啊 好吧 我确实不行 但有你在啊 你行啊 此去不知路途多远 你我每日都要去县衙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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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若是一去好几日不回 有一点我想不通啊 你既然没有和朱婷仙他们同流合污 为何不想着私下里自己查一查呢 我怕死 哦 我也怕 不 你不怕 我怕 怕死不当读书人 这 没想到 你也会开玩笑啊 此事远比你想得复杂 在这官场之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 朱婷仙也罢 我也罢 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片叶子罢了 此事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你若是怕了 我会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哎 我是真的怕了 但大丈夫为人处事 当做不当做 和怕与不怕越有何关系呢 我们这些当官的 要是都因为怕而不做 那百姓们 该怎么活呀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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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趁热喝 这什么味啊 快 当归红花 黄酒包猪脚 早上顿下的 到现在做做六个时辰 大夫啊 六个时辰 阿翘 你真是在练丹吗 这你就不懂了 我练的是 你自己都说练了 说漏嘴了吧 你喝不喝 喝 阿翘 你第一次熬汤 你自己尝过没有啊 我 我刚才见辣梅 在厨房偷喝的时候 那表情沉醉到现在 是吗 嗯 那我尝一口 嗯 有这么难喝吗 你 你要是觉得难喝 你干吗非要喝进去呢 你 你这人不是傻吗 我说你这人 总是喜欢勉强自己 什么事你都要扛 也不想想自己扛不扛得下 我扛不下来 难道你替我扛啊 我身体比你强 力气比你大 腿脚也比你灵活 谁说不行了 有些事 你扛不了 也不能让你扛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几日 你这愁眉苦脸的 别说是我了 这院子外的阿摩阿狗都能看得出来 知道池文俊被带去哪儿了吗 还不知道 高正跟我说 关于村民失踪的事情 和池文俊失踪的事情很像 他们应该是被带去的同一个地方 我在私下里 经过一番打探 我得知村民发怒啊 是因为之前村里的青壮年 被县府 以征用劳动力的方式带走 到现在 阴心全无 县府征用 我去县衙看了很多卷宗 只是有一些简单的记录 说是村民开荒的时候跑了 而做这份记录的 正是池文俊 那不也说得通吗 所以池文俊 是因为这个事被抓 可怪就怪在这儿 我也翻阅过池文俊的案件 可上面 除了青薄女子 和贪莫银钱之外 并没有关于失踪村民的记录 征用开荒的劳动力 这动静不小 不可能没有记录 所以你在衙门 也没有查到什么吗 姚毅赴税的账本 也没有看出来 或是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是账本上一定会露出马脚 就从这儿下手 池文俊被带走的时候告诉过我 她的是假账本 这真账本 她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 那还用说吗 我们家那么多账本 都在我爹那儿 这尚庸真正的账本 自然在官最大的人手里 多吃点 多吃点啊 大人 嗯 大人 嗯 大人 嗯 办完了 大人放心 还和往年一样 按路程估算着 明日便也该到了 好 这件事办完了 下面就该准备 春羹和织布税的事了 对了 今年该谁了 大人 按律的话 今年的春羹该轮到高贤位了 玉春楼的事 玉娘已经告诉我了 这高正 既然吃的 不是我这锅饭 就别派他去了 那条鱼怎么不吃食了 或许是鱼饵不合胃口吧 也可能是还不饿 那条鱼不饿 恐怕 这池子的鱼 就都要饿了 大人 所言其事 大人所言其事 再敲打敲打 都敲打两次了 不都失败了吗 大人 其实 许献成这个人很有悟性 又有实干之才 若再懂点道理 不愁不被大人损 现如今 他的恶名虽然已然传开 但根源还在百姓那里 自然 还要从百姓那里结束 那照你的意思 派他去巡视春耕 大人 这可万万不可呀 那许卿家作是没轻没重的 还没记上庸呢 就先给我们提意见 只要是让他到村里 那还不会援助百姓大大冲突呢 不是卑之嘴欠 就算是一刀 一刀抹了他的脖子 也不是没用 宋大人是心疼许大人 那是不是 请宋大人 跟许大人 一起前往可好 不不不 卑之愚钝 许大人正是 最好的人选 阿娇 朱婷仙要派我去巡视春耕 什么意思啊 巡视春耕说是县礼一年来 最重要的政务也不为过 通过巡视摩查 可以大致估算出来年的粮食产量 和预计税收 那岂不是要风吹日晒地四处跑 我看他们就是想整你 才故意把这累活派给你的吧 累活 这可是好多人求都求不来的美差 美差 美在哪儿了 巡视春耕的官员在登记时 如果故意把来年的收成预算得高一点 或者是把田地面积估算得大一点 那户人家在来年秋收时 如果交不出预计的粮食 这户人家就得自掏腰包 把这叉额给补上 还有一些大户人家 希望把自己的田地面积估算得小一点 这样可以节省出很多的付税 所以这些官员不论走到哪儿 都会被好吃好喝地供奉着 甚至还有好多好处拿着呢 这还不算是美差 我看他们就是想让你走上歪路 他们想让你跟他们一秋之河 可 坑人一起 娘子 那叫做沆瀣遗弃 不过跟坑人一起 倒是有一起同工之妙案 反正就是要让你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 那怎么行啊 你得跟他们抗争才行 你 我干嘛抗争啊 这对于我们来讲是好事啊 说不定我多争取争取 咱们的小目标 就能够早日实现了 躺你的徐清佳 你这才吃了几天官饭 便吃出这种黑心肠来了 我 我算是看错呢 你就是一个挨打学乖的闹肿 这个破钱 脏钱我不要 我们老胡家丢不起这个人 你要去便去 我 我收拾东西 我要 你要去哪儿啊 行走江湖 我 凭我这把刀 我就不信我会饿死 娘子 我开玩笑的 我许清佳一些书生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违背良心的事啊 你别闹了 要我说你继续装病 把这事糊弄过去 我躲得已经够远了 眼下这账本的事情 暂时还查不出眉目 所以我想通过这次巡视春更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别的线索 你是说 没错 县里的人说 西郊失踪的人口 是在啃荒的过程中逃跑的 但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 发现根本没有记载 这啃荒的具体位置 不过 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 我查出了一些疑点 跟我走 有个地方 余图里没有 可是县制里却有记载 什么地方 是阳寨 难道是有人想刻意隐瞒此处 有可能 还记得迟文俊最后给了我什么吗 石头 难道迟文俊是想告诉你们 他会被带去石阳寨 或许那些肯荒的人 也都被带去了石阳寨 有可能 可即使是指石阳寨 我们又如何知道这石阳寨的具体位置呢 我也问过县里的一些年长者 他们也都不知道 那我们便偷偷去查 我翻遍整个上庸 我就不信翻不出来 这上庸管辖着 几座山里的所有村寨 况且这些村寨离城镇都很远 每个两天两夜是走不到的 眼下我如果偷偷跑出去查 很快就会被发现 无异于打草惊蛇 可倘若我 借着巡视春耕的机会出去 倒是可行 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你快说呀 高正跟我说过 这牢房里经常会有犯人被带走 情况和池文俊一样 之后便都消失不见了 我认为他们很有可能是被带去了同一个地方 倘若真如池文俊暗示的那样 我们只要跟踪丁绍带走囚犯的牢车 便能很快找到石阳寨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无缘无故地失踪 一定会引起朱婷县的高度警惕 那我们便兵分两路 我去大牢盯梢跟踪 一旦有消息我立刻告诉你 你在以巡查春耕的名义 赶过去 这倒是个办法 这是阿娇 我担心你 你担心我干吗 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的小身板 能否每天翻山越岭吧 再说了 这些村民的眼里 本就觉得你们尚拥这些当官的 就是借着春耕的名义去敛财 本来在县里尚且会被人打 若是真去了山莲 那群暴眠非扒了你的屁不可 这倒也无妨 只是这尚拥的事 远比我想象的事 倘若我心存畏惧畏缩不浅 这辈子就真的只能在这上庸做个许八批 被百姓拖骂若干年之后 黯然还想 或者更在 像池文俊那样 被他们嫌恨 与其如此 倒不如我自己走到百姓中间去 告诉他们这韩依税是怎么回事 我许清家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我相信 百姓们虽然苦 没有读过什么书 但他们的心 比谁都明白 你跟着许大人一块去整羹 要盯紧他 每到一处把他的一切行为举止都要记下 还有 我不想让人在许大人面前多嘴 明白吗 明白明白 每到一处安排好村民 及时给县里报信 可是大人 为什么要派我去啊 咱们县里好几个同僚 家里就是那边的 那个 您派他去 不是更合适吗 朱大人亲自点的你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很看重你 要好好把握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娘子 有贼 快来救我 不及格 还是个女贼 吵死 娘子你可算来了 我刚刚被贼给打晕了 贼呢 可是这样的贼 没看清 那你现在看清了吗 看清了 娘子你为何打我呀 你不是没看清吗 那贼是 你忘了 我要去大牢蹲点 怎么也得置半点装备吧 你看我这眼罩 是不是很别致 这眼罩是挺别致的 可是你大白天 他这东西 是不是过于醒目了些 老爷夫人 门口有人求见 他说他叫永寿 还敢来 辣妹你放他进来 然后把门关上 我看他跑不跑 不急 阿乔我想 这人应该不坏 上一次若不是他及时通知你 我还在台上下不来台呢 容收 前来何事 徐大人 徐夫人 朱大人没有来通知您 后日前往巡视春更 怎么这么急啊 小人也不知啊 还有一件事 一个大男人怎么扭扭捏捏的 快说 朱大人 命小人 同您一同前往 给您指指路 我劝你还是不要去 好 容收啊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下一次你再带面筋蒙面的时候 请你多准备一张布 好 啊 呼吩 我 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来吧 这么晚了 找我何事 后日我便被安排去巡视春耕 阿娇已经在牢房外盯梢了 我翻阅了县衙里 近些年来赴税摇曳的账本 发现严丝合缝分文不差 征用开荒劳动力所需要的银两 也都会暗远之处 但征用愚民之档案 却是伪造的 换句话讲 这些响应并没有发放出去 而是凭空消失了 但令我想不通的一点是 既然这些犯案之人做真假账本 是为了吃空想 那么那些真的消失的民众 又去了哪儿了 我说过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我现在被要求去查看春耕 说明朱亭仙已经发现了 我在查账本 故意将我支开 我怕他后续会继续行动 所以此刻 我需要有一个人 帮我继续查案 整个上庸县 我能相信的人就只有你 上庸县现在贪官酷吏 横征暴敛如同虎狼 县衙上下腐烂不堪 我们只有找到真正的账本 才有机会扳倒他们 就百姓于水火之中 你想让我怎么做 县衙若是没有 我没有权利去他们家里搜 如此重要之物 自家宅院未必是 安全的藏匿之所 到底会在哪儿呢 玉春楼 驾 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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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备无患 我这招欲擒故纵 赌的就是他 不会老老实实地前去巡视 而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青ader 奈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